文章来源 旧金山湾区消费指南 著名的西洛杉矶 Ride Games拳头游戏 拥有响于世界的几款热门游戏 英雄联盟和Beller Ant 刚刚宣布将全球裁撤 530名员工 根据周二向加州提交的WARN通知 Ride Games将解雇 336名加州办公室的员工 根据WARN通知 加州办公室的裁员横跨 多个部门10名招聘人员 数十名工程师和设计师 两名多元化和包容性顾问 Ride电子经济部门的 50名员工 以及2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 也将收到解雇通知书 通知称 员工目前已收到通知 正式裁员将于3月25日生效 首席执行官迪伦 贾德甲·比伦扎德扎 在周一下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 向员工透露了11%的裁员计划 该电子邮件 现已发布在Ride网站上 这位领导该公司不到一年的高管 在邮件中与其充满抱歉 但同时指出这一决定是必要的 他表示 Ride Games身为游戏巨头 尝试了各种方法来摆脱财务困境 但公司近期增长期间产生的成本 已变得不可持续 这绝对是我们最不想做的事情 他写道 这样的决定会对人们的生活 和Ride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股东 或达到某个季度盈利数字 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这是必要的 招待着写道 过去几年里 公司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多 达到4500人左右 而且Ride已经成为一个没有重点 事情分散太多的地方 他写道 引导层已经冻结了招聘 并试图增加盈利 但这还不足以避免裁员 裁员将主要影响核心项目以外的员工 Ride还计划关闭其出版厂牌Forge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 对于那些即将离开我们的人来说尤其困难 对于所有被解雇的rioters 我们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深表遗憾 Jal Gadgell在他的说明中表示 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受影响的员工 他还要求员工立即离开全头公司的美国办公室 他写道 如果你需要回到办公室 请尊重那些可能正在进行艰难对话的人 并给他们空间来处理 他补充说 被裁撤的员工 将获得至少六个月的工资 现金奖金 职业培训和签证支持 并可以向公司申请一台笔记本电脑 riot隶属于腾讯集团 产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几部游戏 光英雄联盟就拥有超过一亿玩家 是业界最受欢迎的电子经济赛事之一 valor ant是最近的热门游戏 每月有近三千万人登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